学浅教育为孩童建立良好的学习态度 以及驱动兴趣探索的黄金时期 依然市金六节幼儿园 除了园区内的软硬体的更新 提供幼儿园的师生更为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 以及优质的运动场域之外 为了让幼教向下砸根 金六节分班将增设幼幼专班 目前的教室空间环境、厕所 相关的教学设备等等都已经准备就绪 为依然市立幼儿园第一间的幼幼专班 现在也很多国小在推动幼儿班陆续的成立的启用 所以我们也配合来调整将金六节分班 从下学期开始 就是我们议会来收幼幼班 幼幼班满两岁就可以来入学 这是一个幼幼专班 我们从金六节分班开始来推动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分班 陆续也会接下来完成相关的教育工作 金六节分班幼幼专班 预计从110学年下学期的1月开始招生 招收满两岁幼童总共要招收一班16名的幼童 并且配置两名幼儿教师 让收拓的教育向下扎根 为幼儿教育注入更多的学习资源 一栏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道